为演讲者 这是个一往无前的创新者 他提出了一个叫做生态企业的概念 还是令很多人耳目一新 他的解释 生态企业就如同一个繁茂的热带雨林 那么在这个热带雨林的环境下 经过物理反应和化学反应 一定要有新物种的产生 确实有了新物种 乐司造车 几天前在车展上 推出了乐司的电动概念车 这确实令人感到神奇而又震动 究竟他是怎样培养新物种的 请蒋耀廷演讲 感谢马航长 马航长给我挖了一个坑 而且还是深坑 把我放在马云老师前面来演讲 而且一会儿还得接受马云老师的提问 可想而知压力有多么的善大 大家都知道 马云老师是互联网时代最优秀的战略家 思想家和社交家 所以我今天对未来十年的预判 我就不能展开的 这个放开想象力的去预判了 只能根据我们乐视自身的一些实践 和乐视的对未来的我们自己的一些定义来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在我们做简单的介绍前 先看一段视频吧 通过我们产业链的垂直整合 真正的打破互联网和传统产业的边界 真正的打破硬件和软件的边界 真正让这台超级手机成为超级汽车的驾驶员 你好小乐 我没有碰任何的按键 只是一个语音 可以看到已经自动打开了 一道用车正在搜索 已经搜索到五哥松的乐视体育中心了 哦 已经完成了订单 我们的丁师傅已经接单了 那就让我们丁师傅把乐视呈现给大家吧 还有更帅的展示给大家 我们真的希望通过这次展示 能够让大家知道 什么才代表汽车的未来 再次通过我们的这台Le Max 2的手机 真正的让我们的Le C 回到它的停车位上 你好小乐 我们需要Le C回到停车位 哦 谢谢大家 的确放这段视频呢 主要是介绍一个互联网企业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互联网企业 说是在三年前说要造车 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肯定很多人都非常的期盼 通过几年的努力 我们已经往前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 不仅仅是这件事情 我们在414的时候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 通过我们的414硬件免费日 当天一天的时间 我们完成了20多亿的销售 而且20亿以上是内容会员的销售 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我们做的这些互联网企业造硬件 而互联网企业把硬件免费 只收内容的钱 在通过互联网上来销售内容 一天能够收到20多亿 这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认为它背后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在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下 有可能会推动整个下一个时代的快速到来 今年明年乐视的销售收入预计 有可能会突破1000亿元 今年我们在五六百亿元左右 这种收入的快速增长 我觉得它得益于我们互联网生态模式 它所创造的生态价值 而这种生态价值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完整的乐视生态 而乐视生态正是由一个垂直整合的生态链 和横向拓展的生态圈 来共同构成的一个全球共享的完整生态系统 我们认为这种互联网生态模式 不仅仅是对乐视这类企业在产生价值 同时它也会对中国的经济 甚至全球的经济 产生一定的对未来探索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全球经济的发展增速 已经是日渐衰落 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认为是创新不足 那么什么导致创新不足呢 我们认为是在过去的工业时代下的专业化分工 和第一代互联网 比如PC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下的这种专业化分工 所造成的 所产生的非常大的创新的瓶颈 那未来到底如何才能够真正的让创新再次爆发呢 我们认为是需要真正的跨界创新 真正的破界化分 才能够产生源源不断的新元素 新物种和新价值 所以我们对互联网生态的模式呢 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接下来就会看到我们认为的生态经济的核心理念 就是跨界创新 破界化分 而生态经济两个特征 另外的两个特征就是闭环 通过闭环真正的打破产业链之间的创新边界和创新壁垒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开放 通过真正的共享 包括资源共享 能力共享 甚至资本共享 以及真正到最后的价值共享 能够实现整个生态经济的全球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未来全球的经济到底会是什么趋势呢 我们认为有两个判断 第一 未来十年将会是真正的中国的互联网生态企业 在全球范围内战胜欧美日韩企业的巨大的历史机遇 第二 未来互联网生态模式将会取代 专业化分工的模式 让全球的经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所以我今天演讲的主题 刚才大家应该已经看到了 就是生态经济重构 全球经济格局 那么互联网经济 生态经济的三大特征 第一是价值重构 第二是共享 第三是全球化 价值重构非常简单 原来工业时代下 所有的创新都是在环节内创新 领域内创新 和它自己延长线上的创新 而在未来的生态时代下 更大的创新 潜力是在于打破产业的边界 所以通过产业链的垂直整合 和跨产业的价值链重构 有可能会创造出全新的价值 能够释放出更大的经济活力 能够释放出更大的用户价值 所以我们认为价值重构分三个层面 第一是产业链的垂直整合 第二是跨产业的价值链重构 第三是用户价值和消费价值的重构 第二是共享 大家都知道 现在互联网最热的是共享 但是共享难道仅仅是局限与专车吗 仅仅局限与这种房屋租赁吗 我们认为远远不是 共享其实应该是适合于所有的行业的 共享会成为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种经济发展趋势 第三就是全球化 我非常同意肖院长 刚才的演讲当中说到 过去的20年是中国经济被全球化 但是接下来的10年甚至20年 有可能将会真正进入到世界经济被中国化 因为只有中国同时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第一通过30年的这种努力 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制造能力 和一定的基础科技的研发能力 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的应用大国 拥有足够多的互联网人口 当这两者结合的时候 这是恰恰是欧洲的企业 日本的企业 韩国的企业 如果能用真正的中国得天独厚这些优势 能够融合起来的话 相信就能够创造出 其他的国家很难创造出来 新的体验 新的价值 那么到底是什么是生态呢 用马航刚才非常形象的话来讲 其实生态就是 多物种之间可以相互依存 密切协同 共生 共赢 共享 同时不同的物种之间 还可以产生跨界创新 破界化反 不断地创造新元素 新物种 和给用户以及社会 源源不断地新的价值 那么最后 我们希望通过乐视的 全球化的一些尝试 真正地去打破 欧美日韩所带来的 目前经济上的不平衡 为什么这么来讲 大家都知道 在当下 目前的这个 整个的产业竞争格局当中 欧美日韩企业几乎攫取了 产业当中 80%甚至90以上的利润 而中国只能拿到 微乎其微的 一些剩余价值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种现象呢 本身还是 由于我们自身的 创造价值的能力不足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 真正的跨界创新 提高中国企业的 创造价值的能力 甚至能够引领 对 中文字幕——YK